中央电视台 选手马丁 中央电视台 Nurse гsp 记得 高色 脚 1 他反ived 手 Cal 他反不到 是 那这个区别也是,特别是技术上,那么也是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单打是不是就好像更多的是拉钓啊,这种打落点啊 而双打有时候比较快一些 从接受上,看双打就看接受,整个速度比较快 那么单打就是看它的跑动,看它的整个战区就是更清楚 这个单打呢就是它的这个空间比较大,这个位置啊 看的球呢就是说一个 从欣赏的角度它可能没有双打那么紧张,那么刺激吧 但是呢它的这个,你欣赏它的手法,欣赏到柜子 你看看这个,你看这个欣赏这个这个是马丁 它这个什么的基础,可以跟这个我们亚洲啊,它就有一定的差别 那应该说欧洲选手的手法细腻程度不亚于亚洲 但是步伐好像没有亚洲那么零活 但是呢,那么这几年呢,随着职业化在全球的这个鼓起啊 欧洲呢,它也引进了这个亚洲的训练方法 那么在步伐上面,它也都不,也接近亚洲了吧 那叶招颖呢可以说,开局非常有力 是3比0领先 现在发球的是马丁 马丁和叶招颖的话,过去多次交锋过吧 对,多次交锋,他们从这个少年的时候就开始交锋 所以他们都曾经参加过这个世界青少年军战 所以他们是老对手的对手 那么相比一下,叶招颖赢得多一点呢 对,相比从总的战绩来讲,叶招颖要胜多负少 但是从过去一年的战绩来讲 马丁的战绩要比叶招颖要比叶招颖好 所以呢,目前的排名呢,这个马丁大概 还在第四位 那么叶招颖现在已经落到第七位 那么从今年东信以来呢,叶招颖在各个方面呢 从特别是这次比赛的情况呢,来看他的整个技术呢 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我觉得 现在目前的实力来讲 我想他不会在马丁之下 虽然说马丁的排名在他之上 那实力呢,我觉得叶招颖的实力 还要比马丁 但是马丁现在你看又追回了三分 三比三平,现在马丁发球 一般单打都是发这种高远球啊 对 发到底线去 这场地有点顺利风 所以叶招颖在往前推球的时候 这个幅度掌握得不够好 所以出现那几次推底线出键 那你讲现在对叶招颖来说他是胜风啊 对 他现在是胜风球 对,胜风球 哦 一般像顺风的话 往往容易出界 这种情况下应该注意什么呢? 一个呢是注意你出手的这个力量 另外一方面是弧度上也要注意 如果太便宜一点出界的话 你越来越好走幅度 越高一点 那么就是这个这个出界的机会就想了些 那是不是多打一些往前球好一些? 哦这个因为如果你光打往前的话 这个这个球路啊就比较死板 你都光打往前 人家都看着往前 你就是整个路线就被看了 还是要 前后还是要去到的 所以你的打握上 力量的打握上 和幅度的打握上要有变化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平常训练 都是要训练到的 那么这关键你平常训练的东西能到比赛呢? 你要用得出来 有些运动员就是平常训练的挺好的 到比赛的时候 所以紧张或者或者其他也能够 不能把训练的东西用 你看刚才现在马丁马上已经追回5分 3比0叶招颖开始领先 现在马丁的是5比3 反过来又领先了 这一段我觉得叶招颖就好了 进攻呢 虽然主动 但是15多一分 现在我们就是今天准备会呢 就是说叶招颖来讲 表示就是说他有信心 把这个女单拿下来 为我们这个混合团里拿 就是说 捐一分吧 为最后 战胜这个三脉队做出自己的贡神 但是从事实上来讲 战数的准备 还是要很重的 所以昨天呢 对韩国的比赛当中叶招颖在关键的时候呢 为中国队给拿了关键的一分 整个方速简 整方不容易 那球我看了 打得很清楚 那么今天的这个 这场球从实力上升级 有一个问题 但是继续到这场球 谁能够最后四 还要看您 很能讲 对对对 现在马丁是0,3分 6比3 这是第一局的比赛 那么对叶招颖来讲呢 可能由于刚才啊 刘天军和顾俊 先为中国队拿下一分 那么从他心理上来说 说呢 可能会比较更 有一些优势 那么对于马丁呢 就有点背水一战了 如果再丢掉这一场的话 那就0比2落后就很难了 但是马丁呢 也是一个高手 今年他21岁 身高是1米75 体重62公斤 这个队员呢 是获得了94年丹麦公开赛的冠军 也获得了 德国汉堡杯的冠军 在95年呢 瑞士公开赛 他也得到了冠军 全英公开赛是获得第二名 所以这个队员女丹的成绩啊 一直是不错的 刚才周金山介绍 他现在比这个叶招颖排名 在世界上还要高几位 现在你看比分 叶招颖一分没涨 还是三 而马丁已经到八了 这从速度上来讲啊 叶招颖要快 但是就说快跟图文啊 所以对矛盾 怎么处理得好一些 那么叶招颖的这个 毛病就在这 速度快 但是处理得大 但是昨天我看叶招颖跟韩国 这个方树贤打的时候 第一局也是 一上来打得不好 对 叶招颖有这个问题吗 就是他在比赛的时候 往往呢 气氛状态比较晚 一般的第一局打得 好像气氛的不好 有这个问题吗 这个我觉得 他经常现在 这一年多了 作为一种优秀的运动来讲 就是这种 时间的应该要短一些 你不能从哪一击球来做一条子 这个是 是很不利的 应该说有几个球 两分三分 不顺以后你及时调整过来 应该进入状态了 应该进入状态 不能说第一局 需要进入状态 拿出一局做代价 这就比较被动 嗯 现在8比3马丁领先 这体育比赛很难说 这个胜负 这在 风银变换 是 泰蒙你刚刚去转播 这个士兵赛 在天津的士兵赛 也有这种体会吧 是 很难说这个 有的时候感觉 分析上好像实力长的 他不一定能够胜这场球 有的时候在很被动的情况下 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最后还是 这个 最后呢 在最关键的时候 能够把比分咬住 最后做到这里 但是我感觉好像中方球啊 比羽毛球还要玩 对 羽毛球好像说 我比他实力强 那一般来讲 基本上能面 对 这个就是羽毛球的特点 一般来讲 但是打一层非常的难 现在打底分 8比3 还是把这个卡卡 还是把刀眼球到底线 叶昭也是拉底线 马丁判断出 这里头是界内 现在叶昭影又夺回了发球 只有发球 有发球拳才能够得分 3比8 这是第一局的比赛 叶昭昨天在和韩国的这场比赛中呢 打得非常不错 韩国队是3比2 战胜韩国队 叶昭影呢拿了单打的一阵 胜了方舒贤 方舒贤 方舒贤排名反正在世界现在 目前排名第三位 第三位啊 而且方舒贤 我看他打法好像是 基本上不失误 对 也是一个稳妥性的打法 打法类似于这个 印尼的王莲香 但是叶昭影的攻击力确实很强 关键就是说要失误要少 现在叶昭影还是落过5分 3比8 3比8 现在马丁夺回了发球拳 马丁和叶昭影从年龄都是21岁 刚才周金燦介绍了 他们两个在少年的时候 就一块拿笔来 所以经常交手 大家看这个哪儿难受往哪儿打 一般的来说要打空当 所以运动员总在跑动中接着 现在米丹的教练是李林卫 刚才大家电视画面看到了 他也在聚精会神的 在观察叶昭影的这个得失 这几个球叶昭影打得比较耐心 就说在位置呢 在拉开马丁位置的基础上呢 就是少机会进攻 那么不记忆下手 这样呢就是这个战术 我觉得是比较 比较准确 比较正确 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说你叶昭影耐心 那么马丁 就很难打 因为呢在从跑动的能力方面 我觉得叶昭影要比马丁要强 另外呢从手上的力量 叶昭影也不差 所以呢 只要你耐心不要出现无畏的失误 那么整个球啊 马丁呢这个在跑动当中呢 在 这个多拍来回当中 他就会空荡就会起来 另外一个 其实也是这样 你看现在3比8 打到7比8了 联赢4分 对 那么也是在大部分是马丁 失误到 对 对 我们看看叶昭影 这个球 这是一个进攻机会 那么因为后 太厚了 我们说过了 这个球呢就是 这个弧度掌握得不够好 这个球太平了 所以那世界应该有点顺风 所以这个球 底线世界 而这个球如果说弧度 能够掌握得好一些 高一些 那么这个球就会出现 现在场场比分是8比7 单半选手马丁领先1分 现在比分非常关键 到后场 打斜线 大家可以从画面上看到叶昭影 现在兴奋度上来了 嗯 那么运动员一喊一叫 精神状态一振奋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就基本上进入状态了 但是马丁呢也是 可以说也是酒精沙场 经验非常的丰富 打起来很平静 马丁是94年丹麦公开赛的冠军 那么叶昭影呢 是94年亚洲杯的冠军 平常这场比赛 叶昭影和这个丹麦的马丁 叶昭影的长处 比马丁哪方面强 叶昭影一个就是 我刚刚说过的 他的进攻能力要比叶昭影 马丁要强强 另外跑动能力呢 也比马丁要 就步伐 步伐要快 那马丁在哪方面好一点 马丁呢 他的这个防守能力啊 是相当强的 另外他也会弯强 另外呢他的后场的手法 就是很劲力 他对他的 头顶到对角 正手批支线 可以说是他的这个特长 一会儿观众可以 这个经常他的这个技巧 所以困难性很强 一致性很好 我经常是得分的这个手段 那么可以说这两名移动员呢 各有长处吧 那么这一场修内也是一场 龙虎斗 从比分上也可以看清楚了 现在已经是 8比10了 现在叶昭影还是落后2分 单打一般都是发这个高野球 发到地线 现在双方呢是拉 在拉 在拉自己拉的过程中 然后呢在往前 有一方突然呢 掉往前之后 又形成了往前的这种争动 其实在比全面的技巧 由于第三场呢是男子单打 所以单卖的选手劳力森 早早就在场边做准备活动 这个在移动中啊 在后退的过程中 对这种轻调的动作 对 有假动作 而且掌握得很准确 确实不容易 结果呢第一局比赛 叶昭影是9比1天赋1比1 11-9 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现在场上比分是0比0 叶昭颖都会发成群 现在还是在拉落点 叶昭颖在控制对方的底线 刚才我看这个打肩好像在柔肩 会不会肩部有伤呢 从场外来看好像有一点问题 但是他还是很顽强 你看他并没有显示 在行进当中他并没有显示 受到什么影响 因为这个时候 从叶昭颖来讲应该 不知道他发现了没有 如果发现了他也应该按照正常的 因为他如果说你是发现他有 确实明显的受到影响 那么可以考虑有其他调整战手 那么因为他现在 虽然他楼间但是他并没有 明显的影响 对 所以你还是要按照正常的战手来打 这是马丁的技术啊掌握得非常的好 这样马丁是2比0领先在第一局 马丁是11比9先胜一局 还是拉底线 多拍调动 现在叶昭颖又夺回了发球权 0比2叶昭颖落后 在第一盘的比赛里面是混合商打 结果中国选手刘建军和顾骏 在先师一局的情况下连胜两局 为中国队拿到一分 这是第二盘的比赛 现在我们是在瑞士洛桑 梅里体育中心体育馆 向您介绍 混合团体 就苏迪曼杯混合团体的半决赛 中国队 现在对丹麦队 这两个队的胜格 将和印度尼亚队继续 来决本次比赛的冠军 因为印度尼亚队在下午 已经以4比1战胜了韩国队 这个球叶昭颖助理的是比较差一点 这个球不应该发力 因为发力太急了 出界后场出界 而且叶老尼在第一局 包括在第二局 都是从底线出界比较多 这个作为运动员来讲 很重要啊 要经常注意到自己 失误 从什么地方失误 应该注意 是我们说过的 就同样的 同样的错误 我不能一放再放 现在1比2 还是发高远球 马丁打直线 要往前 叶昭颖放网 挑高球 漂亮 好的 这是头顶杀鞋界 这样叶昭颖呢 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把比较又追成了二平 这是第二局比赛 第一次出现平局 第一局呢 叶昭颖是9比11千 三副一局 压凡手 我们看这个 马丁这个 救球能力也是很强 非常强 而叶昭颖 几个吊球 扎球 这个质量都很好 但是还是被马丁 反强地跌过来 现在叶昭颖还是采取了 这个压底线 然后放往前 才会不断地调动的办法 从整个场上的情况来看 叶昭颖在战事上 还是比较准备 关键就是说 在拉锯的过程当中 就出现15 那么就丢分 往往就在这个时候 单级场比赛的主裁派 是来自英国的李阿瑟 8次裁派员 是来自马来西亚 3-4 这样卡上比分是3比3 这是第二局 叶昭颖发球 高远球 现在双方对拉 再把球压到反手底线 刷直线 结果接杀15 马丁接杀15 这样叶昭颖是第一次领先 在这局比赛里面 第一次领先 4比3 放网 踢掉 他认为 这个球呢 叶昭颖认为这个球呢 已经落地了 然后马丁 是落地完以后再接起来的 本一球拖已经挨地面了 对 但是裁判员判这个球 还是没有落地 没有落地 对 对 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 有时候不能吃牙子 可以该提得提 但是一旦裁判员决定了 又要完全撤击 绝对出口 对 这球应该是裁判 还没有最后判击 你不应该停下来 应该接着打完 如果有什么追应的时候 在后面再提 就怕你这个 先停下来了 然后呢 球已经判你失误了 好球 这个就是多拍调动 寻找机会 然后再炸 对 我看反正叶昭颖 攻击能力上 主动攻击的能力 好像比马丁要好 对 这个叶昭颖 它力量也都提到好 因为逃动的那样也很强 4比3 叶昭领先 大家看 这一板球掉的 质量非常高 所以马上一旦就可以 显示出比例 今天这个体育馆的气氛 非常的热烈 我们向大家介绍了 很多的留学生呢 都来到这里来观看比赛 有些呢 但是从日内瓦 专程赶来 这个 在瑞士的这个 中国人 不管是留学生 或者是实管人员 我觉得一个 对我们来这里比赛 是非常支持的 那么昨天的这个 实管的工作人员呢 也特别从博尔林 赶到这个比赛的场地上来 为我们队劲加油 所以呢 昨天呢 我们3比2 在小组里面呢 战胜韩国队 我觉得也是 这一场比赛自己的动作 一般的常规来讲呢 稍微差一点 是可以理解的 有时差的太多呢 就说明这个有问题了 拉底线 这次接的非常巧妙 嗯 结果叶大影这个球呢 又是从底下出界了 叶大影这个球 也打得很准 就是说难度球 又救起来了 结果最后呢 是没有难度的球 自己头上呢 控制 没控制好 这个批调呢 这手的批调 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直接批准 这个这个技术呢 也是叶道领的特长 关键是应用的时候 一个是实机 另外一个就是成功力 这手打得确实非常的漂亮 叶大影呢 也非常的顽强 但是总体来看呢 叶大影这个路子 现在采取这种 多拍调动对方 然后靠自己这个批调啊 质量比较高 再转化成主动 再来看 一板质量球出来以后 马上对方回球质量降低 然后呢 抓住机会 抓对方的膨胀 曾蔡你觉得这个叶招颖 现在目前 他一定的方针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在打法上面 从打法上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到 这个叶招颖呢 就是 一个呢 是保持一定的速度 因为他一定要 在速度上 要有一定的优势 才能够控制对方 另外他们还保持成功 这个两个呢 我绝对在场上 都做到了 叶招颖 还有包括他的气势上 有一种 保持比较兴奋的状态 那么最关键的时候呢 就是 叶招颖的这个失误力 另外就是他的 路线 他的进攻的路线 机会 这个是最 就是能莫人提升 这两个是最关键的 所以你这个其他的 都有的 速度也有 其他的力量也有 但是呢 你的失误力 如果高失误力 你最后还是不能几分 是得失不得分 对 你得失不得分 你就是最后 别人呢 虽然是很 很勉强很被动 但是他最后 他把球胜 就是我们最可惜的这一点 现在我观察了 他这个底线图结太多 对 他这个 底线图结太多 手上的控制能力 现在又是 又是出现一个球 现在 丹麦拳手马丁 是7比6领先 因为在第一局呢 他是11比9 剩一局 所以第二局 他又领先两分 是领先一分 对他非常有力 8比6 8比6 马丁领先两分 因为这个叶昭影的这个 技术特点 就是足力比较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 很明显的看 马丁的这个战术啊 就是我顶住你 叶昭影的进攻 我不计 我不跟你拼速度 我不跟你拼进攻 我只要把你这进攻的一一化解 那么他就可以战术很明 很明确 所以最后呢 这个但是 叶昭影这个方面 应该要注意到 也最方便在拼 耐心 拼这个多拍 那么叶昭影怎么办呢 就是应该在 有速度的优势的基础上 应该在耐心方面呢 还要再加强一些 因为现在 马丁的得分呢 基本是靠的是叶昭影的失误 如果说叶昭影在失误方面 要少一些的话 那么他的比分就能够上快一点 现在我们介绍的是苏迪曼飞的半决赛 有中国队的丹麦队 甚至将和印尼队决冠军 这样的交叉淘汰 中国队对第二组的第二丹麦 就是现在这场比赛 那么印尼呢 对第一组的第二韩国 那么印尼已经4比1取胜了 所以这场比赛 如果中国队能够取胜的话 将和印尼决冠军 这是第四届 前三届 中国队都是第三名 都是第三名 这是第四届 现在场上比分还是9比6 现在发球的是马丁 马丁和叶昭影都是21岁 马丁发球 现在又换发球 叶昭影是6比9落后 第一局9比11先负 拉底线 加反手 结果在大逆杀的时候 没过往 你看这个球 4位主要是逆了 主要是他这个 手腕压的 掌握的不够好 但是给他想象 凶狠一点 所以手腕压的用力太 压的太狠了 太狠了 我们看这个马丁打得很弯强 这样一直在被动情况下 一直防守 但是呢 他就是继续把 叶昭影就 很凶的进攻呢 一一化解 把他不管是掉之后 那杀手就是把他接过来 那叶昭影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坚强的防守面前 他是不是显得好像 没什么好的办法 但是伺务力比较高 6比9 叶昭影落后3分 结果这个球判断出线内 现在场上比赛还是9比6 叶昭影拉底线 现在双方平凡的交换发球拳 比赛没有涨 还是6比9 放了 放了 看今天好像有一个完整的比赛 业赵宁两个情况 确实他的基础上还有一些纹组性差 另外外面有一些紧张 我觉得因为这个比赛也比较重要 那么这个作为年轻选手 放得不够开 另外从外界的实力分析来看 认为他的肢力要强一些 所以他可能超过也当顺利 这个马金也是非常遗憾 他把拍子摔在了地上 这实际场比赛非常的紧张激烈 而且实力有相当 现在一招有拍球 这个调球调的尽量很高 刚刚我们介绍过的 马丁的头顶到对角是他的一个特长 就是这个绝招 动作很快 隐蔽性很强 经常是直接得分 这个调得不错 放忙 跳高球 叶昭影 大力大斜线 这个在出球的时候啊 确实是在出球的瞬间 突然的一个转体转心 转慢 所以打得也很突然 这个落点也很标正 但是今天好像也有点满意 真的呢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呢 叶昭影 两个情况 确实他的基础上呢 还有一些稳朵性差啊 另外外面呢 有一些紧张 我觉得因为这个比赛也比较重要 那么这个作为年轻选手呢 放得不够开 另外从外界的实力分析来看呢 那个他的实力要强一些 所以呢 他可能超过也加重了 这个马丁呢 也是非常遗憾 他把拍子摔在了地上 确实这场比赛呢 非常的 紧张激烈 而且实力呢 有相当 现在一张很发足 这个调球调的计量很高 刚刚我们介绍过了 马丁的头顶到对角 是他的一个特长 这个绝招啊 动作很快 隐蔽性很强 经常是直接得分 高点杀 结果这个车太急躁了 这个球 这道理打得非常漂亮 很难度这么大的绝技来 反拍一撩 把这个球撩过去 这个 但是按常理是不是 马丁的手应该打到 对应该打到的 可能就感觉 可能心情也比较激躁一点 想一拍把他扑死 就不像 来 这个球呢 就裁判 肆意说 这个 马丁没有准备好 所以呢 重发 接着引发球 放网 这球放不起量低了 大家看明显的高了 对 一个是明显高 一个是马丁的 已经预料到了 所以他没有完全往后去 所以他没有完全往后去 放网 这个放的质量不能够 打正手 再放网 压头顶 压头顶到队上 马丁的步伐跟不上了 结果这个球 这个球可以说 也是这个丹曼拳手 马丁啊 可以说也是碰巧了 对 这场影哩球 恰恰给到他的手下了 如果要再打得 稍微偏一点的话呢 因为他步伐已经乱了 这也是塔上掀起了一个高潮 其实夜刀有中心器 不能受影响 对 还是要正常打 特别是赶长 机会 杀中物 非常关键的一个杀手 现在把花绝姐搁回来 能不能最后得两 就关键的时候得两分 追击 就看见 看这个夜刀影这个发现什么 在第一局呢 夜刀影是9比11先负一局 所以第二局再输就0比2输掉了 所以这一局呢 看看能不能提子回升 现在8比10落后 头顶上 连续两个杀中路 刚才是杀中路 对 这个现在我觉得 从进攻的点来看 应该用比较稳固 点来打 我都会在杀手 我觉得应该杀中路杀多一点 因为边界呢 这个关键时候啊 很难说 这个把握性如果不大的话 很容易出界 对很容易出界 那么杀中路一般比较稳固 那有进攻机会的时候 因为对方防守 毕竟要紧张一些 所以呢 有进攻机会 我觉得杀中路要比杀 斜线要 要稳固一些 现在还是在压底线 对 接杀斜的不错 对 又是一个中路 又是杀中路 这说明运动员非常的清醒 结果这个调球啊 以假乱针 对 看起来像发力打 所以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谁啊 这个马丁啊 不敢往前上 这样就打成了十比值 这时运动员啊 这个非常的顽强 比分的极起击落 但是情绪不受影响 而且关键的时候敢于发力 这个说明叶招盈 也在逐渐的成熟 现在对叶招盈很有力 因为他拿着发射拳 现在是四平和加两分 现在叶招盈先拿了一分 一比零 那么再拿一分的话 这一局就剩了 正继规则规定的是 先到实的一方 有权选择 再赛两分 对 一比零 叶招盈里线 发高眼球 马丁掉球 放网 挑高球 内心一些 马丁大力杀 叶招盈接杀 接得不错 也是放网 再挑高球 双方往前 争完了底线争 放网 叶招盈反手 就说马丁输了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叶招盈呢 就在加分里边 加分里边 以2比0 总分呢就是12比10 胜了这一局 所以我们看到叶招盈 在关键 在马上要输掉这场球的时候 还是临危不惧 第三局首先是由叶招盈发球 双方经过了5分钟的休息之后 那么体力上都有一些恢复 而且教练员这个时候呢 也跟他们讲一讲战术 5分钟里面呢 肯定双方的教练呢 肯定都顾及战术 我们看看 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 这个戳球戳得很好 一戳得好了以后呢 这个球接着网往下 那么当你上来的时候 球已经垂直向下落了 所以没有角度 所以你往上一打 肯定碰到网子 还是压头点 大家看这个球打的都是难受的位置 双方呢 互相控制 控制反控制 就是控制 另外呢 就从这个几个球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叶招盈加快上网的速度 从那个第二局的后半呢 也可能看到 从被动展为主动 就是加快的上网的速度 有竞争机会之后 这个牛角的这个战局 现在开局 叶招影是3比0领先 但是我记得在第一局的时候 也是领先被对方追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谨慎 对应该谨慎 那么对于马丁来讲呢 因为他第二局 完全应该赢的 一直领先 但是输了 确实有点窝囊 他也比较着急 一次呢摔拍子 一次呢是狠狠的抽球 都表现了这种心理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 在第三局的时候呢 可能心理上会受一些影响 我觉得 我们先看这个球 就是这一次 叶招影的太续的强往 我们看慢动作 马丁的正手跳对角 叶招影强往 结果马丁上往不及时 又拿了一分4倍 马丁上往 好像马丁那个步伐都不如前面的 在前方更灵活 对 可能体力方面也有一定焦点 我们现在叶招影呢 可能在体力方面有点油细 我们加快速度 4比0 这是第三局 在第一局里面 叶昭影的是 先以9比11复了一局 第二局的叶昭影又始终在落后 特别在8比10落后的情况下 他临危不惧 把比分逐渐追回来 最后12比10取胜 那么现在是第三局 叶昭影非常有力 4比0领先 现在从姿势上来看 马丁好像体力上的稍微 要匹配一些走起路来 好像也是显得精神劲不够了 叶昭影又说看了一个 现在马丁又开始 返回了一分 1比4 我们介绍了 马丁和叶昭影 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他们两个 今年都是21岁 身高都是1米75 都是右手握板 那么成绩也都 比较接近 95年 马丁是获得瑞士公开赛的冠军 而叶昭影是获得瑞典通开赛的冠军 而叶昭影是获得瑞典公开赛的冠军 而叶昭影是获得瑞典公开赛的冠军 1-5 2-5 叶藏尹往往出球啊都主动失误比较多 而并不是被对方打的实在没有办法 而是自己呢掌握着主动拳的时候 就是在选择进攻的方法的时候啊 有时球的球难度过大 有时候过于凶狠将造成的失误 现在常常比分5比2 这招有比较7是3比赛 这也是整个这个苏迪曼杯第四届的半决赛 中国队对丹麦队的第二场 在第一场的是混双 好 中国选手刘天均和顾俊 先为中国队拿下了一分 怎么大分中国队1比0率先 在第二盘比赛 叶昭呢在前两局是打成一平 现在呢是第三局决胜局 刚刚这个球叶昭又是利用一次性能的机会 头顶杀支线 得分现在6比2交换场地 交换场地的一农员呢 可能稍微休息那么 那么 几十秒钟嘛 受受血 叶昭 我们紧接着要第三局的下半局的比赛 马上就 就进行 其实这场球说关键 说白了就是在第二局的时候 在落后的情况下 叶昭 对 8比10落后的情况下 能够顶住最后能够把这个第二局搬回来 那么给第三局呢 胜利呢是电力那基础 要不然就没有第三局了 被压到底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丁啊 经常在不利的情况下 采取高点拦截 就是在后退的时候啊 突然的一下呢 抢一个高点 突然拦一下子 这样呢 变被动为主动 这个在比赛中运用的比较多 看来 顾法 顾法就感觉不平了 对 顾法有点凌乱了 我觉得 所以叶昭影现在非常有力 大家看叶昭影呢 如果说大家 不考虑是第几局 可能从场上很难看出来 但是要看马丁呢 和第一局 前面就不太一样 显得了身体 这个动作上啊 有些懒散的感觉 可能也是体力消耗比较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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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力下降 既然站来 步法不到位 步法不到位 你接着反应出来就是手法的路 八高点球 八直线 跑不动了 现在叶昭影是领先5分 7比2 叶昭影领先 现在发球的是马丁 马丁接杀球 失误了 这也是不该失误的球 难度不是很大 这个球表面看起来是马丁这个 接发球 接杀球呢 这个下网 那实际上就是说 在体力下降的情况下 他的精力 他这个 走的控制能力已经是 比较差了 所以呢 容易出现这种 没有难度的球 出现失误 这大成了一次 15分 1比2 一比2 一比2 这好像有点像叶昭影第一级的情况 马丁接杀球 失误率很高 那么 现在是 表面是好像 都表现在失误上 但是呢 从这个根本来看呢 可能也不太一样 从叶昭影来看 他可能是 进度状态晚一些 所以 还没支应过来 出现的失误 那么从马丁来讲呢 他这个 他体力下降 精力 也不够了 所以呢 手上的控制能力差 实现的失误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觉得 我觉得马丁呢 还是很弯强的 还是尽到每一次的机会 马丁发球15分 所以对运动员来讲 要平时训练就美球必争 不受比分的影响 只有这样练 到比赛中才能反应出来 叶昭影还是在调动马丁 对 对方的步伐就上不来 对 总是以为对方 一刀也要加力攻 是吧 这就是说 首先在一方面 不管是吊也好 攻也好 一定要造成威胁 一有了威胁 对方呢 就比较 特重于防守这一点 如果你一旦变的话 他很难反应 如果没有威胁的话呢 他可以面面去估计到 3比10 调指的影迹性的挺长的 那马丁发球 在控制落点 这招领域完全是实力 对 一定很差 所以打球 我看是不是有的时候 不像那个 其他的选手 你看刚才顾俊 我觉得打得好像更巧 有的地方 对 顾俊他这个 他能实力也强 但是他头脑的应用方面 也是比较差 总的来讲 羽毛球运动员的头脑 都是比较好的 但是呢 在具体应用当中 可能有时候发挥好一些 有时候差一些 压反手 有的时候啊 运动员的心理状态 也在随着比分的变化而变化 有时候在相持的时候 反而打不出来 一旦落后多了呢 也就放开了 反正也是输了 最后呢 竟跑出来一旦放开了 那个时候呢 又逐渐地把水 跟着我们追上去 5-10 5-10 5-10 现在卡上比分是10-6-10 现在卡上比分是10-6 6-10 而且对方一旦士气上来以后就很难遏制 这样的话叶招颖就以11比6 又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这样叶招颖就以2比1战胜了马丁 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 这样在前两盘比赛中 中国队是2比0领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